穿进恐怖游戏,男主对我露出獠牙 我把手伸他嘴里,仔细查看牙齿 这是谁家的乖狗狗,牙齿这么整齐白镜呀哦 原来是我家的,宝宝你好可爱哦 闺蜜在系统里疯狂尖叫 姐,咱俩穿错了,这是恐怖boss,不是已游攻略对象 我,现在转身跑,还来得及吗 可看着男主见红的脸和突然冒出的瘦儿,我停下脚步 都是男人,攻略起来应该,差不多吧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学了时空管理局,决定给万年单身的我找个对象 他信心满满的拍胸脯,你喜欢啥类型的,我去别的时空给你捞 我搓搓手,嘿嘿一笑,188,兽耳,制服,一害羞 闺蜜搜寻一番,拉起我就走,找着了,走,我给你当系统,攻略就看你自己了 眼前白光一闪,我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周围一片漆黑,有股浓烈的血腥味 我挠挠头,疑惑,这啥本子,开局这么炸裂 闺蜜,以游,拯救被虐待八十的中犬男友 这小子从小就一直被人欺负,可怜得很,你待会儿见到了,记得温柔血 相处指南第一条,多夸 我比了个OK的手势,收到 刚比划完,就有什么东西冲得我过来了 我凭借敏锐的第六感,一把抓住了过来的东西 温热的,软软的,痰痰的 嘶,好像是谁的嘴 闺蜜迟疑,刚见面就抓对方的嘴,不太礼貌吧 室内八大一声亮起了灯,我看清了面前的人 一袭黑衣,面容俊美清冷,宛若仙人 帅的咧,喜欢的当然,如果那双漂亮的凤毛里没有杀意的话,我会更喜欢 我松开手,打算装一个迟到的淑女形象 起料,她冲我露出了獠牙 这是,生气了,想起相处指南第一条,多夸 我伸手摸上她的牙,宝宝,你的牙齿好漂亮,白净又锋利 男人动作一顿,疗牙收了起来 我摸摸她的脑袋,好乖,好狗狗,宝宝好乖,好喜欢 在我撸狗的手法加持下,她眸中不可控地露出一丝享受来 这攻略,好像还挺容易的 脑中突然想起闺蜜的尖叫,我乐个逗,伤伤,咱俩穿错了 啥?这不是乙游,这是恐怖本子 你面前这是杀人不眨眼的大boss 闺蜜一句话,信息量极大,消化完了我眼前一黑 现在转身跑的成功率有多大 闺蜜哭丧着脸,0.1% 这个恐怖本子,是以boss的残暴和反应速度闻名的 曾有好事者强闯进来过,没能带出任何东西 基本进来,就被击杀了 曲里早就把这本子封存了呀 怎么会被我们误打误撞穿进来 呜,伤伤,是我害了你呜呜 伤伤,你放心去吧 我出去之后,一定会调查清楚,帮你报仇的 男人用脑袋蹭蹭我的手 像是不满意我撸狗的动作停下 我下意识又落了两把 软乎乎的发丝间冒出了白茸茸的兽耳 我,我觉得我还能被抢救一下 闺蜜,好像,是猴 我一边撸狗,一边在脑内 跟闺蜜迅速沟通逃离办法 先吻着他吧,这boss叫沈炫 好像叫对他名字可以免一次伤害 还没商量出结果 门口进来个狗狗碎碎的身影 他一眼锁定我手底下的男人 刚准备开口,又不可置否地揉了揉眼睛 老,老大,狗狗boss听到声音 一脸潮红地回头 狗狗碎碎一个机灵 见鬼了一样退出去 并且砰一下带上了门 走错了走错了 老大你慢慢享受 狗狗boss,我 他回过头,我俩相顾无言 他呲牙,眼神恢复清明 眼瞧着下一秒就要咬上我的脖子 千钧一发之间 我翘起兰花指推了一下他的胸膛 老公,不要了,进展太快 人家会害羞的啦,闺蜜,真有你的 狗狗boss身体一僵 凤眸里闪过一丝恼怒 你叫我什么 我渲染玉气 刚刚你还让我摸了头 现在就不承认了吗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 摸头代表求偶 让摸就代表答应了 老公,你这妖妞的一个boss 不会出而反而吧 乖狗狗从来不会出而反而的 难道你不是乖狗狗吗 沈炫下意识反驳 我当然是乖狗,等等,不对 对不对的,已经由不得他了 就算是boss 也不能随随便便杀气度 只要让他认定自己答应了我的求偶 他就不会攻击我 我决定继续忽悠 在你让我摸头的时候 我们就建立了契约 摸头一般都挺在乎契约的吧 果不其然 沈炫听到契约二字后 神色一领 你怎么证明我们建立契约了 我 我知道你的名字 去闺蜜得到的情报 这摸头很谨慎 他被人莫名其妙签订契 从没告诉过任何人自己的名字 他手底下在受宠的小弟 也指老大老大的叫他 把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都调出来 在凭借敏锐的洞察力 在无数个蛛丝马迹里找着了 沈炫薄纯微敏 是吗 那你说说我叫什么 我信心满满 沈炫 沈炫奉谋建成 你说你知道我的名字 是因为我们签订了契约 我 对 沈炫 那我怎么不知道你名字 不平等条约 这个嘛 当然是因为我心里设防了 所以你才读取不了我的心 我想让你知道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沈炫 那你现在别设防 我读读你的心 这小子 真妞啊 我擦擦额头的汗 心虚得很 脑中灵光一闪 我牵过他的手 放到自己胸口 然后张口说 我叫黎桑桑 沈炫 你不要以为我脑子不好使 这乃是毒心读出来的 这分明是你开口说的 我理直气壮 没错呀 心里怎么想的 嘴上就会怎么说吗 可是这不是契约的毒心 我摸摸他的下巴 哎呀 那契约也不是啥时候都能读的吗 再说了 你想知道我的名字 我告诉你了 这不就得了吗 你管他是以什么方式知道的 沈炫 好像哪里不对 但无从反驳 闺蜜在脑子里 给我竖大拇指 然后告诉我 我已经向总局申请了强制剥离 但上面说人手不够 要等一段时间才行 我 一段时间是多久 闺蜜幸幸然 三个月 我 跟残暴boss共处三个月 要不还是嘎了吧 闺蜜急了 你别呀 上面说了 只要能坚持下来 就给十倍精神损失费 要是我们能打通这个本子 就更好了 百倍酬劳呢 你说这个 我可就有笨头了 我强硬地拉过沈炫的左手 还到自己腰间 然后带着人往外走 老公 带人家四处走走吗 老公 轮家晚上住哪里呀 你想不想小小的轮家晚上 住进你大大的城堡里 想不想 嗯 说 沈炫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契约老婆 好奇怪 推门而出 不远处的地方背对着我们站着两人 好像在交谈 沈炫烫手一样 飞快地收回了放在我腰间的手 塔尔跟微红 强装镇定 让他们带你逛逛 我还有事要处理 话音落下 他转身就走 留在原地的我盯着他的背影瞅了半上 结果他越走姿势越僵硬 闺蜜摸摸下巴 一脸深沉 这boss 害羞了 我就说嘛 我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搜索的 188 兽尔 制服 一害羞 你看 这一个没差 不算我工作失误吧 我发了个白眼 没搭话 提不往角落里的两人走去 走近了 听见他们的谈话声 老大跟女人在同一间屋子里 对啊 我们要有女主人了 不知道啊 就听那女的嘴上喊着什么契约啊 羁绊的 就冲了老大去了 然后老大就被他勾走了 你是没看到 老大那个脸红的 我跟老大小三百年了 从没看见他这么失态过 好久没见老大对人这么上心了 我 不是 你俩上演管家文学呢 我抬手拍拍两人的肩膀 两人吓了一跳 右边那个刷一下 脑袋上冒出了两只长长的兔耳 唇白的毛色一尘不染 微风吹过的时候 在头顶轻颤 拖尔少年转身 一双水润润的眼睛看向我 眼眶红红 眸中因为惊吓赢了泪 看着就 很好欺负 那长长的小拖尔晃有的人心痒难耐 我上手摸了一把 内心窥探一声 果然 就是这个感觉 好软 好喜欢 还没等我感慨完 身后想起男人冷沉的嗓音 你刚刚不是说摸头摸耳朵 是求偶吗 现在这是做什么 我身体一僵 回头对上沈炫冰冷的眸子 跟我建立契约不到半小时 就想着红杏出墙 我僵硬回头 哈哈一笑 没 又摸耳朵又摸头 那才是求偶呢 单摸耳朵的意思是 觉得他可爱 想让他做我儿子 兔子精 啊 我妈 沈炫挑眉 是吗 我狂点头 对嘟对嘟 沈炫冷漠 那你发誓 马德 这小子真叫真 好想揍他 但是我又打不过他 我苦着脸 不太情愿 沈炫目光危险 不愿意 我忙不迭摇头 愿意愿意 说吧 竖起一根中指 我发誓 如果我对面前 这只小兔子精 有什么心思 就罚我 就罚我一天赚五万块 住豪宅开豪车 有八个男摩培 沈炫 沈炫觉得我既要又要 把我锁进屋子里 说让我好好反思反思 我不服 狂拍门板 你这是非法囚禁 我要告你 沈炫痴笑一声 那你去告吧 看有没有人能救你 我 你小子 法外狂徒是吧 闺蜜弱弱开口 杉杉 你是不是忘了 这世界他是暴洒 别说关你禁闭 就是嘎了你 也没人能管他的 禁闭室里漆黑一片 趁得闺蜜甜美的嗓音 都有些诡异 我后知后觉 哆嗦了一下 完了 刚刚只顾着抬杠了 现在咋办 这地方好阴森 我害怕呜呜 闺蜜 要么我变个实体安慰你一下 话音落下 我的身上多了一根兔丝子 她缠着腰绕上来 顺着脊背上爬 最后停在我的耳边 像一条毒蛇 紧紧缠住了我 我浑身鸡皮疙瘩狂冒 拽着他 想给他甩开 滚啊 丑东西 你变啥不好 变个这玩意儿 闺蜜黑黑笑 不好意思吗 换他积分最少 他一说话 声音像死了三天的蛤蟆 被人踩了一脚的自溜声 我真的要崩溃了 快从我身上下去 沈轩派小弟来给我送吃的 刚好听见这么一句 小弟回头看自家老大 这沈轩脸一沉 迈不进来 什么从你身上下去 禁闭式的孤魂野鬼里 也有你的相好 一进来 他就看见了我身上的兔丝子 那双好看的毛子微微眯起 你的心像好是植物类的妖怪 闺蜜 不敢出声 沈轩上手去扯兔丝子 摸到了我胳膊上 还没消下去的鸡皮疙瘩 脸色更加阴沉了 他就让你这么刺激 我 什么刺激 你在讲什么 沈轩生气了 他咬了我一口 还吸了我的血 我嘶嘶两声 都没来得及反应 身上的兔丝子反倒抱起 绕上沈轩 按着我脑袋的手 狠狠扎了进去 我听见咕咚两声 然后腰上一腾 好像被输入了什么液体 闺蜜得意的声音响起 保你别怕 他吸你血 我再给你吸回来 没关系的 被扎了一下的沈轩 这死蛤蟆声 是你身上发出来的 我无脸 没有 你听错了 沈轩试了各种办法 想把兔丝子弄下来 都以失败告终 闺蜜黑黑笑 偷偷给我传音 我可是系统外挂 想把我弄下来 做梦 沈轩气了个半死 非觉得这是我的情妇 给留的通讯仪 也不关我禁闭了 直接将我带回了家 一个非常古典的庄园 占地大概有两千多亩 到处都是茂密的古树 我跟闺蜜小声去去 完了 怎么感觉被拐卖进大山了 闺蜜 别怕 我有指南针 还画了路线图 咱俩跑得掉 庄园正中央 才是住人的地方 一路不仅得走路 还得爬坡 我累得气喘吁吁 偏生沈轩这畜生个子高 卖部贼大 我根本追不上 闺蜜 哎 我有个主意 然后 她在我没反应过来之前 迅速抽条生长 原本纤细的兔丝子 瞬间粗了不少 然后 绕上周围的树枝 拎起我就开挡 猴子一样 自由且迅速地穿越在树木间 回头看我走到哪的沈轩 闺蜜 嘻嘻 惊呆了吧 这小古版BOSS 肯定没见过咱这样的高科技 沈轩闭了闭眼 大概是觉得有些不忍之事 我脚趾扣地 但又不得不开口解释 你走得太快了 我跟不上 这才出此下策 沈轩摆手 算了 你别说了 什么算了 算了什么 你小子 真算了就放我走啊 干什么非逼着我跟你回家 但迫于她的淫威 我不敢表露半分不满 甚至还得装得泪眼婆娑地开口 你看你现在的态度 你对我好凶呜 还说什么算了 那我们的相遇算什么 我们的契约 我们的爱 又算什么 沈轩算我倒霉 庄园里没管家 但是有不少精怪 老鼠精负责打动 兔子精负责种菜 老虎精在剁排骨 豹子精在熬汤 见沈轩回来 所有精怪都一溜烟地跑过来 老大你回来了 今天吃咸排骨 还有爆炒腊肠 瞅见身后的我 老虎精两眼放光 老大 这人类是带来给我们加餐的吗 豹子精看着我身上的兔丝子 擦擦口水 这个好 这个懂事 还知道自带配菜 我 完了 老大 羊入虎口了属于事 沈轩推开凑过来的豹子脸 不是加餐 这是我的配偶 以后住在这里 豹子精一脸惊悚 掏了掏耳朵 什么 老大 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 老虎精 一定是听错了 老大这种人 怎么会找配偶吗 是说这人类配偶片 吵起来好吃对吧 兔丝子缠紧了我的胳膊 打起了12分的警惕 我强作镇定 看向沈轩 哥 吃人饭法 沈轩看着我 没说话 就在我以为 他又要说这个世界 我就是王法这样的话时 他却恩了一声 我知道 我会管好他们的 我眨了两下眼睛 不明白 他怎么突然帮我说话 闺蜜摸摸下巴 笔直分析 不知道 总不能是因为 你叫他哥吧 因为他没有实体 所以用的是兔丝子 摸的是我的下巴 豹子精他们也惊呆了 不死心地追问 老大 真不是带回来 给我们加餐的 你看他配菜动德 那么活泼 一定很有嚼劲 既然沈轩不回答 我试探地叫了一声 哥 你会保护我的对吧 沈轩耳根微红 嗯 你红个泡泡茶壶啊红 你这么大的boss 姓皮居然是喜欢 听别人叫你哥 沈轩似乎真的 把我当作了他的伴侣 连客房都没准备 直接要求 我跟他睡一起 我有点不情愿 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跟男人睡一起 不合适 沈轩脚步一顿 你是在暗示 我们该今晚圆房 他有些不受控地 冒出了授耳 语气罕见的局促 今晚就 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我 六你是会曲解我的意思的 我听了清嗓子 夹起来 开口 哥哥 人家不是不愿意 就是 我对对手指 就是也觉得有点太快了 害羞了 哥哥 我们先分房睡 等熟悉了 在一起睡好不好吗 只两句哥哥一叫 沈轩顿时有些找不找北 眼见着就要点头应下了 起料下一秒 他的目光落在了兔丝子上 那迷蒙的目光一瞬清明 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 不行 不想跟我一起睡 是想着趁晚上 给你的情夫传递消息 得 还觉得兔丝子是情夫留给我的呢 我 你的脑回路 我可以给你打8点5分 因为我有1点无语 我洗完澡 被兔子精关进了沈轩的房间 他还顺带拒绝了我一下 夫人 我不能做你的儿子 我爹妈还活着呢 我 哦 还真以为我要他当儿子 这个副本里的精怪 都是笨蛋嘛 一个两个都这么好骗 闺蜜 快别跟他说话了 待会沈轩出来 又要觉得你俩有一腿了 说曹操曹操道 话音一落 沈轩就从浴室出来了 男人肩宽腰窄 睡衣扣子只扣了几颗 能透过敞开的领口 看见健瘦的胸肌 他抬手去拿高处的书籍 衣服上滑 露出静瘦的腰腹 闺蜜 嘶哈嘶哈 身材好好 脸也好看 抛开身份不谈 他跟你有男主也没啥区别对吧 我呵呵两声 刚洗完澡就拿书看 装什么逼呢 闺蜜恨铁不成钢 怪不得说你谈不了恋爱呢 杠精转世吧你 沈炫走近了些 我定精一看书名 这才发现 他拿的是跟老婆相处的1080 闺蜜嘖嘖两声 想不到啊 这无人通关的恐怖副本BOSS 竟然是个超绝恋爱脑 沈炫不只是超绝恋爱脑 他还有超绝顿感力 他冲我招招手 说 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方式有问题 一点都没有配偶的亲密感 你过来一起看 咱俩一起学 我能说什么 我什么也不敢说 只能老是上前 跟他一起看书 书上说 看书的时候 雄性最好能把雌性抱在怀里 于是 沈炫将我一把捞过去 坐在了他腿上 那带着造脚味 香喷喷的脑袋 就自然而然地搁在我的肩膀上 书上说 氛围好的时候 雄性可以亲亲雌性 于是 沈炫就在我的后颈 落了细密地吻 我觉得痒 想躲 手却被他束缚住 亲完 他用脑袋蹭了蹭我的 像一只小狗 他亲亲我 又说 香香的 喜欢 察觉到身后逐渐起立的某物 我忍无可忍 一把揪住了他的嘴 你给我适可而止 书上还说 要循序渐进呢 你怎么不听 哪有人在一起 第一晚就亲亲啊 蹬徒子 还要求我跟他一起睡觉屋 过分死了 沈炫觉得我拒绝 他是因为身上的兔丝子 刚躺下 他又将我搂进怀里 离我那么远做什么 怕情不自禁的时候 被你的情夫听到动静 闺蜜 他怎么还会玩这种play 书上什么都教吗 我不知道 只知道 今天走了好多路累累的 沈炫的床好舒服 软软的 沈炫的身体也舒服 热乎乎的 在这种秋季夜里 降温很大的情况下 跟个暖炉似的 天时地利人和 我眼睛一闭 就睡着了 沈炫 我就这么没有魅力 你快起来 不许睡 我充耳不闻 并开始打起呼噜 闺蜜慈祥的用兔丝子 摸摸我的脑袋 看来是真累着了 这呼噜打得 震天响 察觉到沈炫的视线 兔丝子一僵 随后 鬼鬼祟祟的探过去 也拍了拍沈炫的头 沈炫 睡迟了 出现幻觉了 在线求助 老婆情夫的传讯器 为什么会慈爱地摸我的头 闺蜜说 总部给她分配了 最新的检测仪器 目前而言 沈炫的情绪稳定 并且显得很愉悦 闺蜜 要么咱俩赌一把 看看能不能通关 沈炫抱着我 像抱着猫薄荷的 大型猫猫 我被她入外的麻木 抽空回闺蜜 拿什么赌 出卖我的肉体吗 闺蜜 倒也不用这么拼 她黑话是因为缺爱吗 你就跟她谈的恋爱好了 我 谈了通关了 再把她抛弃 太残忍了吧 闺蜜摇头 飞也飞也 我怎么会这么不近人情吗 总部说了 为了弥补这次的系统漏洞 你出去的时候 可以把她打包带出副本 也就是说 带回我们原本的世界 我一愣 还能这样 不会扰乱原本的世界秩序吗 闺蜜 哎呀 几百几千年才出现这么一次 地球那么大 偶尔多个人 没影响的了 她用兔丝子指指沈炫 你看熬 她 兽耳 制服 身材好 长得又帅 还有钱 咱也不亏对吧 是这个礼 我思考片刻 觉得值得一试 毕竟 沈炫这家伙 真的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还有 任务成功 能获得千万奖金 何乐而不为呢 我秉持着前妻女孩子 要矜持的原则 推开了抱着我的沈炫 别整天粘着我 你没事做吗 失去猫薄荷的沈炫迷茫 对呀 我确实没事做 是了 就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都行 我无语凝噎 半晌后 拉起她的胳膊 没事做 就出去晒晒太阳 你看你白的 都反光了 我跟沈炫说 自己有点想家 想吃家乡的饭菜了 沈炫立马表示 我给你做 我找闺蜜要了几分食谱 抄下来丢给她 然后自己出了门溜达 没有沈炫这个根屁虫 空气都自由了不少 闺蜜把兔丝子伸出去 想攀爬上一棵古树 看看远处的风景 起料刚伸出去 好了 闺蜜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哈 天上出着太阳 却忽然落了几滴雨 雨是件大 我一时间找不到地方躲避 闺蜜快速在我头顶 用兔丝子编了个斗笠 好神奇 副本里也会有太阳雨 副本的天气 跟BOSS的心情有关呢 我有些好奇 太阳雨的话 对应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为什么开心里 夹杂着潮湿 闺蜜故作深沉 大概 对一个人动心的时候 就是会这样的莫名其妙 身后有脚步声逐渐靠近 我回头去看 见到冒雨而来的沈炫 见我有斗笠遮雨 她松了口气 快走几步 牵住了我的手 抱歉 她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她的手很凉 怕冻到我 只牵了我一点指尖 我反握住她的手 与她食指向扣 没关系 我们回家吧 沈炫低头 看着我的目光亮晶晶 雨 下得更大了 沈炫做的菜很好吃 我一人炫了大半桌 闺蜜伸出兔丝子的尖端 蘸了点汤水尝味道 确实香啊 等把她带回去 让她给我也做点 沈炫见兔丝子还要伸第二次 一把薅住了 我老婆还没吃完呢 你站来站去 脏不脏 说完 她又有些委屈 看向我 宝宝 你把她丢掉吗 都决定跟我在一起了 干什么还要 这别人的传声筒吗 我咳嗽两声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闺蜜却是最有眼色的 沈炫话音一落 她就直接散作了碎片消失 不影响你们夫妻的和睦哈 我先溜了 沈炫以为是我干的 终于满意了 副本里没有新人进来 沈炫就只需要每日维护一下 各处秩序 剩下的时间 全跟我腻在一起 每天不是给我做吃的 就是给我做喝的 吃得我一个月泡了十斤 老虎精看着我直流口水 老大 这个人类真的不能吃吗 沈炫上手就揍 再让我听见你说一句 我今晚就扒了你的皮 给我老婆加餐 老虎精 嗚嗚 老大你变了 你不疼我了 壮汉哭泣 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豹子精眼瞅着自家老大 脸色越来越沉 迅速从路边拔了一搓 草塞进兄弟大张的嘴里 别哭了 实在嘴馋 就吃点草缓缓 老虎精 瓦达西 人家是肉食动物啊 豹子精读懂了 从裤兜里掏出两个老鼠肝 敷衍道 好了好了 快回去吧 家里还有一堆事等着干呢 老虎精咀嚼着鼠肝 被豹子精连拖带拽地弄走了 四下无人 沈炫凑上来 邀功 宝宝 我刚刚表现好不好 我点头 勉勉强强 沈炫不满意 那宝宝你亲亲我 这样我下次就会做得更好 真的很像一只无理取闹的大狗 我忍着笑 凑上去 亲了亲她的唇角 下一瞬 脑海里响起闺蜜激动的声音 我靠 攻略指满了 咱通关了 通关的瞬间 不只是我 连同沈炫 都被小世界一口吐了出来 闺蜜将我俩直接传送到我家 乍然进入陌生的地方 沈炫浑身都绷得很紧 家里养的小狗摇着尾巴冲我扑过来 沈炫动作迅速地给她拎起来 随后委屈地看向我 老婆 这是你养的另一个情夫吗 我拍拍她安抚 不是毒 她不是精怪 不会变人的 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狗 沈炫不信 把狗崽子丢得远远的 时空管理局说到做到 一千万奖金立马到账 我看着银行卡上那一串的铃 美得冒泡 沈炫贴过来 老婆 这是你家吗 我们为什么会直接传过来呀 我大概给她讲解了一下 时空管理局的存在 沈炫 好神奇 那我们还能传回去吗 我挠头 好像不能 对沈炫来说 好像确实有点不公平哈 跟我在一起就像入坠似的 甚至还是回不了家的入坠 沈炫毛子暗淡了一瞬 但还是安慰我 没关系 能跟老婆在一起 怎么样我都愿意 闺蜜来给我送东西 刚好听见这么一句 觉得牙酸 你俩别太腻歪 诺 这个通讯仪给你们 我们时空管理局 售后很好的 考虑到副本世界的稳定 BOSS离开后 可以用这个 跟副本里的人物对话哦 有啥没交代的 都交代一下 单纯用来聊天也行 我接过来 按下按钮 很快 那边传出两声 喂喂 老大 是你妈老大 沈炫嗡了一声 老虎精哭哭唧唧 老大 我不吃那个人累了 你快回来呜呜 沈炫冷漠道 不回 回去我就没老婆了 道子精 老大你见色忘义 沈炫 那咋了 道子精 沈炫不知道 从哪里得知了攻略的事情 吵着闹着要我哄 老婆 你只是为了攻略我 妆爱我 其实根本不爱我是吗 呜呜 你怎么能欺骗我的感情吗 我善笑两声 这感情的是 主打的就是一个你请我愿 怎么能说骗吗 沈炫咬了一口我的胳膊 所以说 摸头摸耳朵是求偶的话 也是假的 李双双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眼见着这家伙真的要生气了 我凑过去巴基亲了他一口 爱你是真的 话音一落 沈炫立马安静下来 耳根红红 但他嘴还硬着 不信 除非你再亲我一口 好小子 骗亲亲来了 沈炫入职了时空管理局 专门负责去收拾那些 暴躁残酷的boss 我负责给他当系统 告诉他对面boss的弱点 一周上三休四 沈炫跟隔壁的刘奶奶 混了个脸熟 刘奶奶平常对我很照顾 知道我有了对象 也很开心 问沈炫 你们打算多久领证呀 沈炫不明白领证的意思 回来问我 我有点心虚 就是结婚的意思 跟你们精怪签订契约一样 沈炫 所以你这么多天 都没主动提要去领证 他又看着我 一副渲染玉气的模样 你根本不爱我对吧 沈炫非常缺乏安全感 刚认识的时候 那骨子冷漠 似乎只是他强装的外壳 跟我在一起之后 他真实的性格一步步展露 黏人的要命 我清车熟路的亲亲他 安抚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吗 咱下午就去领证 去 换套西装 好看些的 得拍证件照呢 沈炫乐颠颠的去找衣服了 沈炫害羞 在外人面前放不开 拍照的时候 手都不知道放哪里好 甚至觉得那相机有威胁 还警惕地露出了受持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别吓到人 沈炫一瞬软了神色 乖乖巧巧地看着我 我掰正他的脑袋 别看我 看镜头 工作人员找准时机 哎 对 就是这样 保持住 很好 非常完美 拍好了 两位新人看看 满意不满意 番外 沈炫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沈炫从济世起 就不知道父母是谁 别的小精怪 都有父母喂吃喂喝 他只能看看 然后带着鸡肠碌碌的肚子 自己去觅食 有人会跟他抢吃的 还有人骂他 有娘生没娘养 沈炫很生气 不管骂他的是谁 都会冲上去 跟对方打架 有时候赢 有时候输 输的时候 会被人踩在脚下 还会额外在挨顿打 沈炫觉得 是自己太弱的原因 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自己吃得饱饱的 别的精怪不吃草 他吃 别的精怪也不吃虫子 他也吃 只要能让他果腹 能让他摄取营养的 他都能面不改色地咽下去 他没有挑食的资本 沈炫努力往上爬 他觉得位子越高 就会吃得越饱 但等他真的爬上了 BOSS的位置 又发现 除了吃喝 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 比如各种精怪之间的纠纷 比如领地的划分 再比如 不知道从哪里 刷新出来的人类 前几个人类 看见他总是一副 凶神恶煞的样子 位剧里夹杂着贪婪 一见面 就会捅他刀子 他被捅了几次 掌了教训 后面再来人 他都站得远远的 有恶意的 老虎精会帮他处理掉 直到某天 一个人类直接刷新在了他面前 他来不及躲开 就想着咬断对方的脖子 先下手围墙 但他刚露出獠牙 那人类伸手就摸了过来 还说他 好乖 宝宝牙齿好漂亮 沈炫一个小古板 哪里经历过这些 一下子就愣住了 第一次被人夸 还怪害羞的 新来的人类说 摸了头摸了耳朵 就是签订了契约 成为配偶了 沈炫一开始还将信将疑 但对方说得好笃定 他不自觉就信了 新人类娇娇软软软的 看得好漂亮 夸自己的时候 眼睛亮晶晶 可爱得要命 沈炫害羞 就躲出去冷静了一下 结果回来 就看见新人类摸兔子经的耳朵 他一瞬黑了脸 把人关了禁闭 关进去没一会儿 他又担心 禁闭是那么黑 他会不会害怕 所以借着送吃的 他屁颠屁颠的就去开门了 结果 又发现新人类身上 多了个兔丝子 像是别的精怪留下的 他生气 抱着他啃了一口 拉兔丝子也啃了他一口 沈炫当时想 豹子经说得果然没错 漂亮的雌性 都是带刺的玫瑰 老虎经说 老大现在好像舔狗 豹子经说 确实 我就没见过这么黏人的 沈炫哼哼两声 心想 你们两个单身汉 那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老婆带他回家 还带他领证了呢 你们有吗 你们连老婆都没有 黏老婆怎么了 爱老婆才黏老婆 老婆爱我才让我黏 就要黏着 每天都要和老婆贴贴 全文完